西班牙暴動多虧天才風景 西班牙官員在紐約度假的同時 國內卻在警方武力對付抗議民眾下 淪陷暴力中 亂源始於政府決定實施緊縮政策來解決經濟危機 這項政策將影響各項福利 削減補貼以及增加稅收 這些改變違背了執政人民黨 在大選當初對選民做出的承諾 全國都在抗議聲浪中 加上自治區加泰隆尼亞的分裂運動 讓西班牙一個頭兩個大 就連西班牙佛王卡羅斯一世都從百忙中抽空 寫了一封信警告那些鼓吹奕奕奕的人 這群本性慵懶的抗議者已經被逼到牆角了 全世界都等著看 接下來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你認為自治區加泰隆尼亞應該脫離西班牙嗎 留言告訴我們吧 來跟我們一起趕快到臉書